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美麗星台灣 讀書一格的咖啡經營者林永峰擁有澳洲雙碩士學位 為了幫助父親管理咖啡員 他捨棄高薪的建築管理工作 回到台灣專研咖啡的栽種與製成 為了就是要將風味最獨特的咖啡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就來看看 它是如何成就一杯一杯台灣精品咖啡的潮流 一杯溫潤香醇的咖啡是現代人的精神飲品 而優質咖啡豆的品質管控 必須從種植處理到烘焙一貫作業的過程 對咖啡農來說呢 其實研發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沒有所謂的SOP 因為每一個區域每一個環境每一個維度海拔都不一樣 再來它的天然環境然後氣候溫度還有甚至濕氣 以至於大氣壓力在你製作咖啡的時候 都是會產生一個會影響的一個因素 愛喝咖啡喜歡研究咖啡的林永峰 球學階段就在澳洲取得了 營建管理及MBA氣管的雙碩士學位 他為了不讓父親過於操勞 毅然放下台北優渥的建築管理工作 回到台中新社經營自家咖啡園 隨著爸爸年紀越來越大呢 看到爸爸真的辛苦呢 享受回來替他分憂 所以自己的咖啡事業 享受回來做行銷推廣 從小就跟隨父母親移居澳洲的林永峰 在1992年因為父親林仁正 需要回台灣照顧年邁的母親 並希望在郊區有個休憩養生的場所 就在台中新社買下農地 並開始培育阿拉比卡豆裡的皇家級品種 鐵比卡單品咖啡 我有約六分堆你種 一分堆就是三百倍嘛 一分堆種百五層 所以總共有九百層的咖啡 因為新社這裡 過去日本時代 這裡是農業改良廠 所以這裡的企業、土質 水質都很好 所以我們這裡很適合 種這個水果、咖啡、香菇 種在琵琶園裡 必用牛樟樹遮蔭的咖啡 採用無農藥、無化肥、無除草劑的方式種植 經常可以看見堂安蜥蜴跟螳螂的蹤跡 園區內的生態平衡又豐富 而為了拓展新社咖啡的知名度 因此在2012年 林仁鎮創立新社咖啡產銷班 成為創辦班長 會用成為我們農民的收入 再來會用創造這些就業 一些這些老人 稍後會用去幫我們搬家 再來會用使閒置的農地再生 還有帶動這些的觀光事業 新社將來可以蓬勃發展 咖啡帶動台中新社的知名度後 台中市政府在2013年舉辦了一場 全國咖啡師咖啡創意比賽 而當時林永峰也因此獲得第三名的殊榮 甚至取得澳洲專業咖啡師的證照 現在為大家做一杯創意的咖啡 這是用我們的日曬豆 經過隔夜的冷泡 之後呢我要用手搖的方式 把它做成是像泡膜紅茶一樣 但它其實是變成是咖啡啤酒 喜歡做咖啡創意的林永峰 將自家生產的日曬豆 做成沒有酒精 但喝起來卻類似黑麥亮製的咖啡啤酒 不只如此 林永峰推廣精品咖啡的信念不曾熄滅過 他追求品質同時也更講究食品安全 堅持每年要通過SGS驗證 470下無農藥殘留經驗 同時他專研咖啡豆更上一層的品質 不只是採用水洗處理方式製作咖啡豆 而是另外採用費工的日曬豆 機密處理方式 日曬豆呢 它的困難度在於氣候 如果這個天氣沒有辦法持續的是大太陽 那這個豆子有可能就會發霉 所以在這個時候如果遇到陰雨天的話 就要把它放到乾燥機裡面 暫時的保存 等到太陽出來了 再把它拿出來曬 要看老天爺吃飯 從種植到曬豆處理 都是要靠老天爺賞臉 才能做成優質的咖啡豆 日曬豆就是採集來的豆子 直接放在陽光下曝曬 直到果皮變成深咖啡色之後 才能收藏保存 原則上要三個星期連續的大太陽去曬 所以這個對咖啡農來講 要事先看氣象報告 那有時候也要看氣象報告 一般所有採集來的咖啡果實 經過浮豆處理 就是將浮在水面上不飽食的豆子 居無存機撈掉 所以採集來的咖啡豆 需再減掉10到15%的產量 那一般一年呢 大概可以生產10到20公斤的 這種Coffee Cherry 就是咖啡豆 那這種咖啡豆經過後製處理 去皮 去殼 乾燥之後 所剩下的生豆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10公斤就只剩下一公斤 經過烘焙化 就大概只剩下兩磅的烘焙厚的豆子 很密處理 除了還沒去皮之前 先經過浮豆處理 去皮之後不再經過水洗 保留天然果膠 甚至留有一些果皮增加甜度 那經過大概一個星期的日曬 之後我們放到乾燥機裡面 讓它的濕度達到13以下 就可以保存起來 這就是密處理 原本是濃作廢棄物 或是當作農業肥料的咖啡果皮 因採用無毒方式種植 才可做成咖啡果茶來飲用 咖啡果茶在製作過程中 必須經過多次水洗乾淨後 再乾燥處理 才變成可以沖泡來飲用的果茶 咖啡果茶在歐美國家 已經漸漸地開始流行 在期貨市場甚至這個咖啡果茶 英文叫做Cascara 那也有簡稱叫做Coffee Cherry Tea 已經比咖啡豆還要高 咖啡果茶本身它喝起來 有一點牛棒的味道 它有這個咖啡的甜味 天然的甜味 就有一點像那個枸杞的味道 林永豐盡其所能地將它再利用 做成天然順口的果茶飲品 可以變成清爽的冰鎮氣泡果茶 又可以熱飲 用擠壓 然後來回擠壓幾次 就把它果茶的這個精華 把它萃取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倒來喝 那它可以連續沖泡 大概三至四次 直到色味淡化為止 所以就是類似像我們喝茶一樣 從咖啡果茶 再到咖啡豆的水洗處理 蜜處理 以及熱曬豆處理等過程中 它注重咖啡品質的每一個細節 在烘焙之前 還需要經過繁雜的挑豆選豆 才不至於影響一杯咖啡的風味 所以這個挑豆選豆 也是一門功夫 我們一貫作業最後還包括烘焙 那因為我們自家的咖啡 我們很有經驗 經過多次的測試 還有也曾經失敗過 烘到整鍋的咖啡豆都要拋棄 因為不能喝 所以經過這樣子的反覆的一個研究之後 我們有找到 找到我們自己的一個烘焙的曲線 最適合我們家的阿拉比卡 鐵皮卡品種的烘焙 不管是煞豆的溫度 火候或是風門的控制 再到第一爆後的培養時間 完全手動的烘焙機要能管控得宜 全在於烘焙師的烘焙經驗值 所累積而來 才能烘出全風味的咖啡豆 咖啡烘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從生豆到烘焙好 然後有分淺中深烘焙 會決定於這杯咖啡好不好喝 它會不會過酸 它會不會苦 會不會色 那好的烘焙就是 把這個生豆原有的特性 它的特質 它的優點 把它發揮出來 把它彰顯出來 這就是好的烘焙 要彰顯一杯精品咖啡的過程 林永峰國味辛苦 不計成本堅持把關 每一個複雜的環節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把它當作是一個媒介 來做一個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互動 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交易 之餘可以喝的飲料 也就是說 當作交朋友的一個媒介吧 分享好的事物 給你周遭的朋友 讓整個人心都能夠向善 讓社會和諧 這是我們家咖啡的一個 主要的目的 透過友善土地 友善環境的種植 再到對咖啡品質的要求 秉持道德良心 遵循公平貿易理念 連續三年受邀到日本民國屋 參加世界咖啡公平貿易博覽會展出 期望讓更多消費者品嘗到 台灣生產的咖啡 及果茶的特殊甘醇風味 與創造台灣新農特產 咖啡的精品價值